我考託你們大概也快二十年了吧,然後都在家, 她開始還可以說自己出去外面找餐廳吃飯, 然後後來現在完全就是都要太太把工作放下, 然後回來服侍她啦。 那我是覺得說,如果說, 就表示那個病人不是很經濟沒有醫院的, 在為自己的身體負責任吧, 那這樣的case你們接嗎? 嗯,我覺得是要評估, 評估是說,她現在的依然到底到了什麼程度, 有可能她是可以治理,只是心態上在依然, 或者說她是肢體上面,或者說她是力量的上面, 有欠缺,那因為起來會,因為畢竟二十年, 我不知道她當初發病是幾歲,現在是幾歲, 那有可能是老化,有很多因素,那應該要看, 看過以後才能夠。 那妳是叫她們帶到妳那邊看,還是妳去她家看? 我通常會到個案,大部分我們現在接的個案都是住院的, 所以我們都會到醫院去做評估。 那在家裡妳就到家裡? 也可以啊,也可以,我今天早上已經去了, 看了一位85歲的伯伯, 她就是,她近身的早期, 可是呢,在家裡走路跌倒,已經很多次了, 前兩天又去,摔了以後就去掛急診, 台大急診,那急診之後,醫生就跟她講說, 目前看起來沒有什麼大問題, 身體狀況也沒有什麼問題, 可是唯一的問題就是走路不能跌倒。 我今天早上就去她家做評估。 那她現在是,因為入住機構,說實話, 絕對不可能比家裡面舒服。 家裡面,因為熟悉的環境,是最溫暖的窩。 那我們因為我們這邊是短期, 我們很希望說在,譬如說兩個月啦,還是三個月, 幫助我早上去探視的那個伯伯, 讓她的肌力,在某一個程度,增加了, 或是說平衡穩定度增加了, 然後降低她走路,然後摔倒的這種狀態。 把她肌肉降低。 那那個,所以你們每個月的生費是怎樣? 我們目前收費一個月是四萬二。 就是那個所有的那個? 消耗性或營養品,是屬於家屬之類。 營養品就包括,管罐的內容, 跟特別吃的,譬如說什麼, 有的會吃,什麼綜合維他命啊,魚油啊, 因為生了慢性病,其實家屬都很關心。 或者說吃益生菌啊,或吃蔓越莓, 這是屬於家屬。 那一般的飯菜也是提供的? 對,我們三餐跟點心。 我們正常是三餐跟點心。 那我們也負責做吞驗。 我們目前已經有好幾個, 在我們這邊,就是做完吞驗之後, 回去給醫生評估。 效果很好。 胃管就拿掉了。 可以正常吃。 好。 謝謝,謝謝院長,來看媽媽。 不客氣,我是帶著電腦, 有點相片放給你看。 啊,是是是,好。 好。 好。